大家好,我是姓氏提反書院的楊青校長 我在這裡一共做了十二年 在十二年裏,我覺得這間學校令我特別驕傲或者流暖 我覺得這間學校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實現我自己一個教學的理念 我希望同學能夠多方面的發展 由我當教師或後來當副校長 我永遠都覺得這件事是我想堅守的 同學不是只讀書就可以 在這裡因為有一個寬闊的校園 加上有一些很合群的團隊 我們比一般的學校多老師 我們這間學校有差不多一百個教員 如果整間學校的教職員加上二百多個人 很多時候因為這些人可以幫我們 在不同的方面他們可以支持 對師弟妹的支持 對學校的支持都是好的 家長就很重要 因為大家知道一間學校做得好 不單要學校做得好 家長的配合都重要 很多時候家校合作 或者在很多理念上 我會跟家長先理清楚 然後他們同意 都是贊成學校一些辦學理念 他們才會選這間學校 亦都希望我們秉承它 選擇那個理念繼續去做 我也很歡迎大家 有興趣可以來參觀學校 其實在我們學校的網頁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有一個叫做導賞員的計劃 導賞員因為我們學校 是一個歷史文物 有一條叫做歷史文物經 只要在我們網頁上 你上去只要是選擇那個位 你可以預訂一些導賞團 那個導賞團 就是學生自己主導的 你只要預訂了 他們會幫你安排 你來參觀學校的一些文物 也可以看看我們自己的校園 其實學校 最近新落成的新落成的大樓 就是體驗學校的理念 我們在裡面有一個新的禮堂 令同學可以在禮堂 可以聽一些講座 或者有些音樂表演 有一些好 我們叫做有海景的課室 令同學可以心抗神異地去學習 有一個珍草的足球場 有跑道 令同學在運動上 還有健身 強身體白方面 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做了一個健身室 可能覺得很奇怪 做健身室是做甚麼呢 我們因為有宿舍 我們不希望同學 只是回房打遊戲 只是用他的小肌肉 我們真的希望他能夠運動 令到他自己身心健康 所以有一個健身室 是給宿生 給普通一般日校的學生 甚至給住的教職員享用的 其實學校有一個黑盒劇場 令同學可以在戲劇方面 得到發展 其實這間學校的各種措施 其實令到很多學校 可以實現的一些夢想 或者同學在這裡的經驗豐富了 令到他將來 無論他是升讀大學 或者出來工作 他都會有一個更好 更實在的基礎 還有我們有宿舍 令到他可以知道住宿的生活 令到他們更加愛學校 有更好的美好的回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